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要想把这日子过出去不太容易 七一过生日说了一个8500万党员 然后别人没太提 我们在网上没看见任何其他东西 而伴随着是闹钱荒 还有传出来李天一给人当了棺材板 当了四个孙子 现在陆陆续续有人说他们不是这四个孙子 是另外的人 有人这么说了 网上有这样消息 还有就是那位前女主持 跟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那位副局长之间 有一个对话 人家把视频又给放上来了 这几件事情看起来不搭嘎没关系的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我说中共内部的 就是整个一个体制内部的核心的部分 完全崩溃了 完全完蛋了 为什么呢 社会和经济生活层面的金融是中心 金融出现前方 然后甭管你说出于什么样的政策 这种事情的本来是不应该公布于大众的 但是不得已让全世界人都知道金融是中心是心脏 是一个社会的活动的心脏出问题 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那他跟女人之间的故事被女人反了 而在此之前呢 中央编译局的局长被自己原来的女人反了 下属 中央办公厅 中央最核心的地方 在机构上 中央编译局是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的智囊团的最核心的地方 从他的结构上 也是他最核心的部分的人 被女人毁了 他毁别的女人 然后女人背叛 把他们毁了 所以这个从金融上是中心 从集团的内部 那家里的孙子出了事的 那又是中心 也是下半山出的事 那到了这个中央编译局和这个中央办公厅 又是他记忆结构上最核心的部分 还是被女人毁了 共产党毁在自己的 毁在自己 表现出来是他最核心的部分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说 中宣部下令媒体停止炒作 钱荒 这是金融时报的网上的一篇文章 中宣部对全国各地媒体 地方政府宣传部门下令 停止炒作所谓钱荒问题 那欧阳德 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来自上海的消息讲 过去几天 中宣部发给了报纸电视台 地方党委宣传部下令记者停止炒作所谓的钱荒 同时报道中国市场资金充裕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我说中宣部公开胡说八道 公开撒谎 公开掩盖事情的真相 欧阳德讲中宣部官员定期就敏感政治议题 向国家媒体发出指引 说明避免用什么字 报道指定什么调 什么调 可是对于财经媒体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做法 是很罕见的 实际道理很简单 他想把炮挤破了 但是炮已经形成了 所以他的拿捏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想 李克强也好 习近平也好 既想把握住不让更多的这个炮 冒得更大 同时在他挤这个整个金融泡沫的过程中 又不至于造成整个社会心理丧失控制 老百姓丧失 如果心理丧失控制的话 就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崩溃 所以他就在这条钢丝绳上在走 在把握着平衡 他知道不能再放钱了 那但他也知道呢 如果不放钱就会崩了 社会就会崩了 所以这是他最难拿捏的 作者说最新的指示显示出 中央政府担心银行体系爆发 金融危机之后 市场出现了混乱和恐慌 而所显示出来的文件讲 讲说我们必须避免恶性炒作 媒体应该报道和解释 我们的市场有着足够资金的流动保障 我们的货币政策稳定 并非很紧缺 那媒体必须正面报道等等等等 说了一大日 这是都是冠冕堂皇的话 那这种的说法伴随着过去三四个月里面 大量的资金外逃 而昨天我在银行的一个朋友 就是海外的大银行的一个朋友 就提到说 我说你们做银行的 做这个私人银行的 你们自己怎么看中国 他说有什么看中国的 现在大银行都在往外跑 玩不了 而且这个东西 就说中国的金融危机本身来讲 只是神书崩 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他说这个作为海外的银行来讲 大银行来讲已经吃不准了 因为中共的一切都是掩盖的 中宣部的做法就正在掩盖 而海外媒体海外银行的做法 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 实在玩不了了 就脚底抹油溜了 而最新的一篇文章 是正报的华尔街的一篇报道当中讲说 钱荒导致中国银行股市的估值 接近历史的最低点 文章介绍讲说 中国银行兼融资危机 也叫钱荒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 对中国银行业的担忧 他们担心银行业的本身的利润增长受阻 在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激增 那这是这是很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 他想把金融的泡沫 影子银行也好 地下钱庄也好 想给挤破了 但是挤破的话会造成连锁的反应 会造成很多人血本无归的 而这些人能够玩得起 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的这些人 他都是大钱的 他都有相当一部分钱的 而这部分人如果变成血本无归的话 这部分人在他的社会层面当中 有着相当的一个网络 他才能形成影子银行和这种地下钱庄 所以当他们崩溃的话 就会造成他的债主 他的放贷人 他们之间会出现社会的冲突 我本来都是有五六千万 结果你给你挤泡了 我连五六百块钱都没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作为李克强他们来讲 可能想把这些东西都给挤破了 但是挤破他担忧的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社会的反应 而如果缺了现金 国家缺现金的话 势必造成银行本身的股票出钱问题 也就是说市场投资者 对银行本身是否保 还能保证的话 已经是问号 如果直接反应的话 就是老百姓取得出钱取不出钱 所以这就会在股票本身上反应 文章里讲了一下 有关银行的基本的业务之后 接着讲说 习近平上周表示 要改进党和干部的考核方法手段 既看发展也看基础 既看成绩也看前进 把民生改善 社会进步 生态效益等等等等 都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 不能单纯的以GDP 作为一种考核的目标 这是对干部的考核的一种新的说法 而李克强也提到说 容忍经济增长放缓 这应该是他的最新的讲法 彭博通信社称 李克强有可能成为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首位在任时期达不到年度增长的目标的总理 那7%8%呢 这是一个所谓保证社会不动荡的一个说法 而彭博通信社呢 提到一个讲法 今天的中国银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投资者必须意识到中国的银行系统将面临着更多的市场的规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很麻烦 就是他更加的中央干涉的程度更小 让他有着更大限度的被市场的调节 那就出现有些东西会自生自灭 四大银行在香港的股票的上个月暴跌12% 抵消了全年的利润 而这个表现远远低于恒程指数 7%的下跌的增长 所以这就出现了中国经济 如果钱出现问题的话 会带动着整个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动 唐慧为自己的女儿申冤 为自己的女儿去找回尊严 那在日前的第二审已经结束 网上有篇报道讲说 幼女被轮奸被卖淫 那唐慧安二审拒绝了老教委的私了 不在暗中接钱 唐慧安7月2号二审结束 择日宣判与以往粗暴对待 唐慧母女不同的是 这一次永州劳教委主任出庭致歉 那陆媒也曝光 劳教委与重金私下摆平此案的黑幕 但唐慧拒绝称 我们不能在黑暗中接受他们的钱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做母亲的 为了维护自己女儿的尊严 这只能说只能维护尊严 从这个角度上说 抗争了整个体制 绝不放弃 而劳教系统呢 我们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从今年1月份有说出 要把劳教系统整个废除掉 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呢 唐慧安走到今天呢 出现了一个变化 他说的变化就是 永州劳教委主任出庭致歉 出庭致歉 说明自己低头了 对吧 公开在法庭致歉 而他们底下想用正重金 想赔给唐慧钱 这个事就死了了 面上就那样 底下给你钱 用钱买断 我还是说 透过唐慧案 可以看到整个体制的黑暗 唐慧作为母亲 挑战这个体制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真正的意义 可能就在这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